真正有本事的母亲都会有这些特征,有一个都很了不起,现实里一个好女人可以忘三代,一个坏女人可以毁三代,家族未来的兴旺发展,下一代的德行修养,往往都取决于母亲的引导和教育,有一个有本事的母亲,那么这个家庭将会蒸蒸日上,相反就会终日不宁,真正有本事的母亲都有这些特征,哪怕有一个都很了不起,爱孩子但不溺爱,母亲爱孩子是一种本能。 但是,如果爱的方式不对,爱就是一种慢性毒药,对孩子造成伤害。真正厉害的母亲,绝不会放纵溺爱孩子,因为她最终明白,人只有经过相应的磨练,才能坚不可摧。 舍不得让孩子吃苦,是大多数母亲的通病,但是,人来到世上就是吃苦的,不吃一阵子的苦,就要吃一辈子的苦,真正有本事的母亲,往往能用温柔的方式,让孩子得到深刻的教育,具有谋生谋爱的能力。 这样的母亲带出来的孩子,长大以后,哪怕不会取得多大的成功,也会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活色生象。 说话有分寸,在人际交往中,会说话是一种重要的能力。 对于女性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真正有本事的女人,往往懂得如何说话有分寸,既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需求,又不会伤害到他人的感情。 他们知道,在与人交往中,过于强硬或刻薄的话语往往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和抵触,他们总是能够用柔和,委婉的方式与人沟通,给别人留下足够的容错空间。 这种嘴软并非软弱无力,而是一种智慧和善良的表现,例如,在家庭生活中,真正有本事的女人往往能够成为家庭的和谐使者,他们通过与家人的有效沟通。 化解矛盾,增进理解,让家庭充满温馨与和谐,不强势逼人,电视剧都挺好理的苏母,模样很秀气,但是个性很强,苏大强作为丈夫,父亲,在家里是没有讲话的分量的, 尤其是做决定的时候,苏母几乎是包揽了,苏家五口人,夫妻,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下,苏母对女儿茗玉的态度变得越发强硬。 一方面,女儿出生时,苏母就认为是拉住了自己远走高飞的后腿,苏母对女儿很少叫闺女,茗玉就像对陌生人一样,称呼你,她。 久而久之,母女的关系就僵化了,名誉上学的问题,让苏母浇了几次冷水,最后不得不选择免费吃饭,为家里减轻负担,前程如何,另当别论,回头再看苏家的三个儿女,她们的关系还真的一般,苏母的尸骨未寒,兄弟姐妹就开始吵架了。 母亲爱孩子,这是永恒不变的,但爱孩子也要有一个平衡史,对孩子的态度只有恰好平衡于中央位置,才是最合适的,有的母亲控制欲强,自己本身是女强人,言于律己却不能宽以待人,对于尚未成长的孩子一样严苛至极。 孩子的一切生活被安排得妥妥当当,明明白白,毫无自由可言,即便长大后看似彬彬有理,乖巧懂事,事实上依旧缺乏灵魂,可以说,这样的孩子已经成了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行尸走肉,具有良好的模范作用,孩子是家长的影子,家长什么样,孩子就会变成什么样,孩子自打出生以来,就一直是跟着妈妈生活的,所以妈妈对于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妈妈的一举一动, 其实都是孩子学习的对象,因为孩子出生之后根本就是一张白纸,只能够从最亲近的人,也就是妈妈身上学习各种技能,孩子之所以会变得这么优秀机敏,其实就是受到妈妈的影响,孩子的妈妈也是一名很懂得共情的妈妈,她时时刻刻能够考虑到对方的处境,从而做出最正确的言行,而妈妈的日常言行都被孩子看在眼里,孩子久而久之,也就开始变得像妈妈一样了,这就是模范的作用, 妈妈如果能够给孩子当一个好的榜样,那么孩子就会变得优秀,反之亦然,有格局,有一句话说,父母的格局决定孩子的结局,格局无关金钱 无关学历,而是你看世界的方式,过人生的方式,父母的眼界格局会直接决定孩子的人生走向,父母的生活方式价值判断就是这个世界的行为准则,朝夕相处的孩子所看到的是家长的价值走向,从而潜移默化,成人后的孩子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沿着类似的路线走下去,格局小的人看重的是眼前的,个人的得失,格局大的人在乎的是未来,是全局的发展, 当一个妈妈眼中看到的是世界,是众生,孩子很难局限于个人的一点得失,当一个妈妈比别人站得高 看得远,她的情绪会更稳定,也会更理性地看待孩子,坚持原则,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底线,有原则,并且妈妈们要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要让孩子的种种借口打破自己的原则,那样对孩子来说,妈妈就没有威信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孩子学习钢琴特长,很苦,她正好今天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就扩大疼痛,说自己不去了,妈妈就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在确认孩子没什么大问题之后,坚持让孩子去练习,这就是原则问题,不允许孩子任何情况下的半途而废 能发掘孩子的优点,面对孩子,母亲要持有一种发展的眼光,不要总是着眼于现在,认为孩子一事无成,什么都学不会,我们应该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多去尝试,总会找到一个擅长的地方 当我们发现了孩子擅长的事情,就积极地进行培养,懂得发掘孩子优点的家长,更能培养出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因为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都不平凡,只不过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机会,让自己的才华被掩埋罢了,让孩子拥有自己的想法 现在许多父母喜欢把自己的想法施加到孩子身上,尽管孩子并不是那么情愿,久而久之,孩子思维固化,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但是,一个真正有前途的孩子,必须具有不同的思维,也就是说,优秀的孩子能从多个方面考虑问题,这样的孩子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和思考能力,在日常生活中 一个善于鼓励孩子思考,并教育孩子有勇气表达自己想法的母亲,不仅会教会孩子遵循高尚的标准,而且不会强迫孩子做到自己的想 这样的母亲可以使孩子成长为具有创造力和思考能力的孩子 自我要求高,用一个词语来概括的话,那便是自律,是对自我行为高要求的一种表现 自得其乐在某些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太过放任虽然会进入舒适,却难以得来美好的结局 毕竟逆流而上的辛苦,才会获取更多的收获,具有自我约束能力的女性,拥有自我构建的标准和范围 不会为了某些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目标,在获取与舍得之间刻画了清晰的界限 倾除自己向往的目标,并为之不断地付出努力,正因为如此们才更具有能力 更靠近成功,激发孩子兴趣的能力,优秀的妈妈通常能够发现孩子的兴趣并加以培养 他们不仅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更注重发掘孩子的潜在才能和兴趣爱好 通过在孩子身上发掘并培养潜在的天赋,妈妈们为孩子打开了更广阔的人生道路 具有兴趣和热情的孩子,更容易在所选择的领域中取得成功 妈妈的激发兴趣的能力,直接促进了孩子的个性发展 培养了他们对学习和生活的积极态度 懂得示弱,聪明的妈妈懂得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创造独立的机会 和孩子玩耍时可以说宝宝,妈妈够不着那个球,你能帮妈妈拿一下吗? 在做饭时可以说宝宝,可以帮妈妈拿个菜篮子过来吗? 做家务时,妈妈可以说,宝宝,妈妈扫地,你能帮妈妈挪下小玩具吗? 懂得示弱,让孩子感觉到自己被需要,并且得到充分的发挥空间 久而久之,懂得独立判断和处理一些事情,养成爱思考的好习惯 情商高,情商高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对自己情绪的控制 情商高的人不仅愤怒地燃点极高 而且不抱怨,不会轻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心理状态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坦然而自在的 二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能够始终有节有度并具有同理心 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该闭嘴 语言和举动上要么让其他人感觉到自在如意,要么让他人感觉到温暖快乐 而情商高的女人,这两个方面都非常优秀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种优秀的女人 不论她是做家庭主妇相夫教子,还是在外打拼事业 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她总给人一种舒适快乐的感觉 真正高情商的人,能够很好地处理与自我 她人,世界的关系,包容,悲悯,悦纳自我 她自己是春风,因而令人如沐春风 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母亲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 那孩子模仿能力很强,安全感比较薄弱的阶段 妈妈在孩子身边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也会让孩子朝着不一样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有时候,妈妈总是喜欢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的时候 倒不如想想是不是自己和对方的妈妈也有这些差距